妈妈真的好想你哦 给我一个包包 妈妈 你怎么会来啊 你怎么会带着我老婆来接我女儿啊 谁是你老婆啊 你不要乱讲话哦 哇 你还真够义气啊 我好感动啊 你一定早要带爸爸回来对不对 你那天才来问我说 有没有想要跟他说什么 你们当然嘴坏了 什么事情都骗我 而且大家都会怪我当初为什么要跑掉 你要想啊 如果我没有跑掉 他们母女俩就要每天看我这样被债主追 这样比较好吗 你这是在替他们着想吗 这也太感人的想法了吧 我看 你家比我姐家还好 还是说 我搬来给你住 这样我就不用被我姐每天骂了 不行 我家不行 而且 而且 对 你有女朋友 不好意思 我都忘了你有自己的私生活 现在何志斌回来了 那你跟淑芬会不会就没戏了 我跟淑芬就没戏了 我 你就继续自欺欺人啊 只要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你们有什么 就你们自己不觉得有什么 我 dependencies 我 你 住在人海里 弄丢了我的你 找不到你我 爱过的证明 你忘记了过去 忘了爱过的你 我在你心里出过的痕迹 看着远去的你 想再次拥抱你 想找回我们爱过的场景 志祺 你干嘛 才几秒钟 你该不会睡着了吧 我们的床真的是太厉害了 太神奇了吧 师姐 你怎么面嘲红啊 我 你该不会又做那个梦吧 是你们的床才不对劲吧 我怎么觉得脑袋迷迷糊糊的 这床一定有什么黑魔法 最好是好不好 日有所思 睡有所梦 不要什么都过来床垫 一定是你满脑子都是赎分嘛 好了啊 你怎么会来啊 我们不是已经约好了吗 你现在不能跟咏欣见面啊 你怎么会带着我老婆来接我女儿啊 谁是你老婆啊 你不要乱讲话哦 你还真够义气啊 我好感动啊 何志炳 我警告你哦 你在友心面前 不要讲那些有的没的 我又没有要讲什么 赵世奇你有开车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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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比较好吗 你这是在替她们早想吗 这也太感人的想法了吧 我看你家比我姐家还好 还是说我搬来给你住 这样我就不用被我姐每天骂了 不行 我家不行 而且 而且 对 你有女朋友 不好意思 我都忘了你有自己的私生活 日有所思 睡有所梦 不要什么都过来床垫 一定是你满脑子都是赎分嘛 现在我小舅子回来了 虽然呢 每个人好像都在生他的气 但是呢 好像大家又希望他们能够一家团圆 我看啊 你们有点麻烦啊 你们有点麻烦啊 其实啊 在何志斌回来的前一天呢 我鼓起勇气 跟淑芬告白 真假啊 我好崇拜你哦 可是就跟你讲的一样啊 何志斌回来之后 事情变得有一点麻烦 我不是怀疑我自己啊 我是觉得 淑芬她可能会有点迷惘 淑芬的特色 就是迷惘跟动摇 在这种非常时期啊 她需要的不是冷静 因为越冷静 她就会越迷惘 好 志斌 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好好陪在淑芬身边 让她知道 她不是一个人 至少还有你可以依靠她 不管怎么样 你也比我那个不成才的小舅子 好上千万倍 加油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啊 哦 真的这样就解出来了耶 你教得比我们老师还好 是不是 我这人还有风度 可以接受你跟我道歉 其实 你没像大家说的这么没用 大家都说我很没用 这也不难猜吧 不过你放心啊 每次只要有人说你的坏话 永勋都会很生气 不过现在你回来了 你既可以教她数学 还可以教她自然 她一定很开心 所以你有教过永勋功课 有啊 每次舅妈去打工 她都会来我们家 不过最近比较少人 最近有一个新朋友 会教她功课 新的朋友 谁是新朋友 就是士奇叔叔 你的那个好朋友 不过这样也好啦 免得永勋每次都一直吐槽我 拜托喔 是我教她耶 她都吐槽你什么 她都会说 如果爸爸在就好了 如果爸爸在 她一定三十秒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哪像你啊 还要想这么久 她超强的耶 任何问题都难不倒她 那她这么厉害你找她来啊 我又不知道她在哪 妈妈说她去解决人生的难题了 那也解决太久了吧 你不是说什么题都难不倒她吗 因为人生的难题比较难啊 生活也要花比较久的时间啊 你会想她吗 当然会啊 想她的时候我就会看照片 可是 你就只有以前的全家福可以看 就知道爸爸现在长到什么样子 那很简单啊 你就把久久的照片 还有你跟舅妈的照片 全部披在一起 这样就有全家福啦 真的吗 姐姐你可以帮我做吗 我想要 好吗 怎么了 做新的地方睡不习惯啊 没有啦 昨天晚上在想事情 所以失眠了 我教你 改善失眠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睡前喝点小酒 对我才有帮助 对你有帮助 对其他人又不见得有用 其实那间房子很安静又很舒服 如果是平常的话 我应该早就倒同步大学了 对嘛 那间房间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一手包办 都是最新最好的 肯定很好睡 雨婷 如果有任何问题 你尽管跟我说就好 我妈叫我全权负责 不用麻烦闲杂人的 那接下来呢 那你接下来想怎么做 我先问了 雨婷有跟你道歉了吗 你既然下定决心要搬出来 就不要再被他情绪勒索了 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联络 反而是 我有传几封简讯给他 他连读都没有读 那就跟阿浩吧 看谁撑得久 可是 如果他要恼羞成怒 然后在网路上送上你 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因为我跟雨婷无话不谈 我才是跟雨婷无话不谈 他想做什么 其实我也管不着 不过 我到时候想了一个办法 只是还在犹豫 不知道这样做好不好 雨婷 不管怎么样 我都全力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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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全力支持他 还有我妈 我爸我阿公 我全家都支持你 我去接个电话 你跟雨婷真的很熟啊 那当然 那他什么事你都知道 没错 所以 他到底有没有 男朋友 你 你问这要干嘛 难 难道你 对 我喜欢他